Hello,大家好呀,我是小家 我是小孟 过完年后,西安的物价不断在上涨 然后今天我们来到最近的一个沃尔玛超市 看一下100块钱都能买到什么东西 因为之前经常看到海外博主 花100美金在超市能买到啥东西 今天我们就花100人民币 看在中国这个沃尔玛能买到啥东西 这是黎家最近的一个沃尔玛 在东二环上已经到金花路了 沃尔玛之前在西安好多家 现在只剩下三家了 之前离我们最近的沃尔玛 居家也就四五公里 现在要开车十几公里到这个东二环 好多不知道啥原因 反正都倒闭了 西安饭装 这还是郭沫若提的词 外博小哥 外博小哥好多 这会儿还不到12点外博小哥都在等的 一般到了12点高峰期都忙开了 沃尔玛最少十年没来过了 沃尔玛最少十年没来过 因为之前就只去过凤城五路那个 已经倒闭了 哦 好像真的不大 两层 烤鸡 19块8 炸鸡五个是9块9 黄花鱼是27块8一条 这就可口可乐 十二瓶装 25块5 这个无糖的 这是金枪鱼是吧 金昌鱼 金枪鱼是不久了 这个鱼好像没有刺 7块9 7块9吗 7块9吗 7块9 7块9 黄花鱼是27块8一条 输入大促销 哎呀五花鱼12块9 五花鱼12块9 后腿肉9块9啊 看啥个鱼 23 小鲤鱼21块9 输入好像差别还挺大的 一斤多一点 14块3 这是瘦肉不是里肌肉 11块9一斤 牛腩41 牛腿也是40 哦发现这个沃尔玛人确实少了 没啥人公共荡荡的 这是啥奶 澳大利亚 这是七块9 我的进口呢 一箱 79 80块 30和 那就拿一桶那个还送几包了 35块7 我现在 现在已经50块钱花出去了 这不是养了多了 给儿子拿一桶 不过这个比永辉超市的贵七毛钱 是的 这是葡萄酒 啊 那100块钱一下就完了 这有鸡蛋 买那个那个颜色的应该便宜点 这个是24的 但是这个30枚啊 拿个这就行了 15 15个 12块9 现在四样东西已经花了70块钱了 这吧 呢 你 你 苹果是7块9一斤 黎是也是7块9 西宏寺是4块9 黄瓜是2块 几块 咋了 買这蛋糕的 多少钱 多少钱 10块 几个 10块 10块 你拿一个吧 80块钱买了现在无样东西 前面还有一个负义层 咱下去看一下 两层的 负义层逛一逛 我这负义层还挺大的 我这个这个之前是89啊 明了之前之前是78还送一壶这个校友 就在那个我记得在那个万达那个超市 现在现在以后可能都不会就涨价了是吧 之前又78还送还送一壶这个校友 那现在东西涨了二三十呢 现在这几样东西已经花了86了 刚算了一下只剩下14块钱了 刚才如果买一壶油的话 直接就吵了 直接就啥都别买了 因为油长得太可怕了 长了三十 我说长了三十 一壶油109 这小孩的衣服短袖59 69 买粉我跟你说 普遍都价格都不低 300多的200多的 不得不承认这个沃门太大了 啥东西都有 汽车用品 还有一些 衣服啥 啥都有 电子琴 好多地方都见不到了 那边买几个鸡腿 赶紧你 哪五块 五块是9块9是吧 9块9块9 再买个喝的也就剩5块钱了 白瓶可乐 气泡水两个减三块 好了100块钱就花完了 就买了这几样东西 两瓶水 五个鸡翅 一个蛋糕 一斤肉 然后几个鸡蛋 一个羊肉多 还有一箱奶 100块钱花完了 好了 去结账 现在都是 自住结账 102 还超出了两块钱 买了8件 都那一堆东西 103块钱 好了 现在买完了 准备去吃饭 顺便来到超市的六楼 吃个饭 重庆小面 就吃着吧 你敢相信这三样多钱 猜一下 十几块吧 9块9 你就知道现在餐有多卷了 盘够了啊 盘够的 先吃吧 这个是重庆小面的干拌 我看的还挺正宗的 还有一个荷包蛋 荷包蛋 可乐泡菜 我的天哪 9块9 这个是个泡菜 我感觉在外面 这碗面里有卖 10块还是12块 还关键加金呢 估计得卖12块 尝一下 味道真可以 味道真可以 还有鸡蛋 泡菜 萝卜 酸甜口口 酸酸酸爽 特别清淡 这个荷包蛋简直超值 光一瓶可乐都得多少钱 3块吗 2块5 3块 如果对比一下刚才100多年在沃尔玛 我就买了几件东西 真的是钱不够用呀 我爸就经常说感觉 钱不值钱了 我身边朋友好多都说100块钱 啥都干不了 感觉买不了多少东西 以前100块感觉可多了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